最討厭男人跟著來 對 叫問問黑輪 范范他們姊妹套你也認識 他們聚會你會喜歡跟嗎 我不喜歡跟 可是他們硬要我去 真的 怎麼說呢 滿有價值的 就是我跟他們什麼都可以聊 畢竟從小都認識 對啊 終點他們老公長得 不是 可以嗎 不是 不是 不夠幽默 不夠幽默 對 他們喜歡你跟嗎 你怎麼從何得知呢 我不能自己說你們要問他們 那你會覺得無聊嗎 不會 就自己也開心 跟女孩子聊的話題 你都能參與嗎 都可以 你要聊時尚 美容 時尚 生產美食 嘴唇怎麼了 嘴唇什麼事 有人開課意是不是 對啊 生產就 陪伴可以聊一下 對 真的可以 對 可是還是會盡量避免去 因為他們有一些 可能女孩子想聊對不對 對 可能你在場的話你就白目 只是客套 男生跟女生的節奏 老實說不大一樣 對 而且男生有時候會硬要跟 但又嫌煩 那種嫌惡的表情 嫌惡 會打擾現場的這種氣氛 對 那你就不要跟 可是為什麼要跟 那什麼心態 訪問一下 我沒有要跟 假裝 你是男生代表嗎 我再次強調我不想跟 我想要做我自己的事情 我打球 深夜 健身 什麼都可以了 就是逼得我一定要去 他們有一些 對 對 新朋友 喜歡你看到你這樣子 女孩 對 結了婚的女孩 對 類似這種 我知道 就像我剛剛一起吉利邀請你 姐姐就是喜歡你 你到底嫌我的姊妹 她年紀太大了 沒有...我都OK的 老師有... 就常常會傳一些簡訊給我 對 但也有影片 影片 她跟她同學或學姐 在下午茶的時候 她對她學姐拍 然後她學姐要對我表白 講一些話 真的 我的天啊 這個講完另外一位姐姐講 姐姐講完然後 你看他們喜歡你是 一一言表 對啊 是姐姐殺手 對啊 他是 他是姐姐殺手 我都好愛他 他一直跟我說 他怎麼約他出來吃飯 我覺得搞得你好像坐檯 在那裡 我不接吻的 白癡 職業道德 我幹嘛接門 沒有 我們是一種叫愛護 因為我們的孩子又大 會覺得喜歡小子皮 或者是兒子的想法 是那種我們不帥 但如果說年輕女兒 可能想看大明星帥哥 就不一樣 對 需求不一樣 需求不一樣 那我都能配合 對 我幹嘛看這個肩膀 歡迎來賓 來 好 我們歡迎來賓 首先第一位 覺得很多男人都不長眼的 余皓然 謝謝 男生有時候要聰明點 需要你的時候趕快出現 不需要你的時候請退 謝謝 好 接下來歡迎覺得男人 沒什麼兩樣的韋汝 說好的女孩時間 男人就請止步 否則你會踩到地雷 好 接下來歡迎覺得男人 都很自大的楊厚如 大家好 女人們的聚會 男人如果你們不是來刷卡的 麻煩就請貴安了 謝謝 謝謝 謝謝韋汝 好 當然要請到林翠芬老師 謝謝 為什麼男友一定要參加 女友的姐妹聚會呢 其實背後暗藏著心理動機 一定要深入了解一下 謝謝 好 來 我們看看第一種狀況是 好多秘密想說 卻只能趁空檔了 對 關鍵的空檔 對 真的 就我覺得姐妹的聚會 男人真的千萬拜託不要跟 因為像我有個朋友她老公 她們兩個就是愛到一個如交四七 什麼時候都要黏在一起 然後那個男生 什麼局他都要跟 可是因為其實現在姐妹聚會 其實大家各忙各的 加班的加班 顧小孩的顧小孩 談戀愛的談戀愛 其實真的很難聚在一起 尤其我 妳有很多同學都有小孩 是 滿多的 有一些 對 然後就變成大家的話題 已經談得很 說實在就是很鮮詩 而且很限制 入母 對 然後 那些器官的 就比如說你真的話題 就可能就是說 我跟你說 我自從生小孩完之後 我老公 不碰我 都不碰我 然後再不然她就會說 你看我 一直碰我 也不是 還是 不是 或是以後面 或是有些人可能就會說什麼 你知道嗎 我婆婆真的很過分 小姑真的好討厭 對 然後再不然就是有朋友 可能就會想說說 我好像不小心當了我老闆的小三 然後她會有時候就會說 你看我的乳房好像下垂 而且有硬塊怎麼辦 你說這種話題 一個男人處在那裡 你看跟我們講這種東西 你女生在一起 我們真的是天南地北的 敞開的聊 但是一個男人處在那裡 我們每次只能趁他去上廁所 不然就是抽菸的 那幾秒的時間 然後說 所以妳老公都沒有碰妳了 然後馬上下面 對 對啊 那個四速列車真的很好看 然後還請開畫的 然後一秒一會兒說 所以妳現在是小三嗎 小三真的不好 然後她說 對啊 那個架子 妳一定要去哪裡抓 真的 你一來天 然後一頓飯吃下來 其實什麼都沒有聊到 但是妳好累喔 心力交流 女生在一起是喜歡聊杏嗎 不是 我們都聊一聊 OK的 就是連杏這種都會聊 就姐妹 對啊 DPL一定也會聊的 然後或者是抱怨自己的老公 抱怨自己的家庭 抱怨男朋友多糟什麼 這一定都是只有女生 在場的時候會聊 然後我就之前跟我朋友一起 就是瘋狂大罵自己男朋友 多糟糕什麼大罵 然後其中有一個女生的朋友 她就打電話來說 完了 她男朋友要來 然後說她應該是要來查清 想說確定說 是不是跟我們這群女生在一起 然後我們當下知道 沒關係 那我們就終止我們這些無聊的話題 所以她男朋友就來了 來了之後 大家就在這邊瞎聊瞎聊 可是她男朋友去廁所之後 我們就開始又很想要回去聊 抱怨她男朋友多糟什麼糟的 我跟你講 就在我們這邊聊說 你們就分一分不適合 在講這些話的時候 好死不死她男朋友走回來 你知道尷尬死了 但我們其實心裡也想說 我們也講的不是她 是另一個女生朋友的男朋友 所以我們想說 那就裝沒事 就是繼續講 然後看這個 可以把這個分手的話題 再轉得自然一點 我們說分 就芬蘭嘛 對啊 芬蘭很好玩 就是這樣 不是轉的 你不換轉你知道嗎 但你講得太刻意 事後回去之後 那女生朋友打電話給我 她說你知道嗎 我回去跟我男朋友大吵 我說為什麼大吵 剛剛我們講的又不是她 而且我們轉得這麼自然 不會有問題 她說沒有 因為我們就在轉個話題的同時 大家臉色都僵硬 然後再加上我們之前 又七嘴八舌 你分哪不適合什麼的 她就自己對號入座 覺得我們這群女生 看不起她男朋友 然後就開始跟她大吵 她就因為這樣子 早知道就不要讓她男朋友跟來了 男生又硬要跟 又愛聽 對啊 又愛對號入座 又不是在講她 對啊 我老公是一個非常愛跟的人 真的嗎 我去哪邊她都會跟 而且她都會跟我說 沒關係 你就聊 我就在旁邊看我的書 這樣會造成妳的壓力 那我的姐 怎麼聊 對 而且我的姐妹 其實又還滿喜歡我老公跟的 因為我覺得我老公 就是個很安靜的人 所以不用顧慮她 可是妳知道有些東西 除了講情色的之外 你知道女人在一起 有時候會聊到譬如說 誰帥 誰不帥 那也還好 就是有時候 我老公坐在我旁邊的時候 譬如一進來 然後我的姐妹就會說 妳新買包啊 妳新買包啊 妳知道雖然我們自己有賺錢 但有時候妳結了婚了 總是不希望老公覺得妳 就是一個很愛花錢的 然後我老公還在旁邊的時候 我姐妹說妳新買包啊 我說我去年就背了 還要吼出來 我去年就背了 眼睛這樣 對 我去年就背了 妳忘了嗎 我上次跟你出來的時候 也是背這一個 忠平不會包那些都不懂 她的姓嗎 因為她每次都會問我 都會說我買好多年了 妳不知道嗎 反正她也不知道款式是什麼 忠平會不喜歡妳買太多嗎 她不會 可是做老婆的莫名聲音 我想表現出賢慧的感覺 對 然後你知道姐妹就很討厭 然後講一下姐妹就說 對啦 我想起來了啦 去年妳也有背 對… 應轉 對 我們都知道了 對 然後老公坐下來 這有時候聊… 會聊 女人在一起會聊到私房錢嗎 對 雖然我個人是沒有任何私房錢 不好意思 但是有時候 有時候姐妹妹每個人都會說 我跟你講 我媽說女生結婚之後 一定要藏私房錢 老公在旁邊 我就會說 為什麼要藏私房錢 還要假裝 夫妻不是就是結了婚 就是一家人 錢就是要大家透明話 為什麼要藏私房錢呢 妳姐妹會被他踢妳 不會…姐妹會繼續聊 然後老公一離開 我就會說 妳想死啊 我老公在 妳怎麼可以講我私房錢呢 等一下就完全不要聊私房錢 你知道這種東西 私房錢 買包包 還什麼 老公在真的不好聊 不好聊 對 還有很重要的是 像我們已經有結婚 有家庭的女人們 就媽媽們聚在一起 就會很常講公婆的壞話 對 那妳老公在旁邊 妳要怎麼講公婆的壞話 對啊 然後他們一離開 妳只好說 為什麼有一種冷 叫阿嬤覺得冷 就明明36度 為什麼還要戴外套 然後老公一回來就說 沒有事… 就是會這樣 然後還有一種就是 如果你就是老公不准的事情 對 因為你怎麼不能在她面前這樣 那還有是老公不准的事情 但你還依然在偷偷做 譬如說我朋友 她老公不准她喝酒 然後在她老公面前都不喝 可是她私底下 就是她老公不在家狂喝 然後去大賣場那種 Costco不是有酒喝 是喝 站在那邊一直喝 然後 對啊 然後她老公一走 我們就說 那妳還在喝 所以媽媽有時候需要酒精 需要 但是她老公又不准她喝 她覺得妳在帶小孩妳喝什麼 但發生在我身上的事也是 因為如果我們一出去 我老公如果是有出去 她是有煙癮會動不動就出去抽煙的話 那我們可以聊的話題當然就很多 可是問題是 好死不死我老公會戒煙了 然後她戒煙了 妳該不會鼓勵人家抽煙吧 戒煙了 她就一直坐在我們旁邊 但是她又有點坐立不安 因為她不知道去哪了 然後又叫東西吃 因為嘴會很殘 會想吃東西 但是她又看怎麼都是女生 好像也沒有人要叫 她又在那邊不好意思 然後我就覺得很煩 這樣我怎麼跟人家女生聊天 然後有一次我們跟玉琳哥出去的時候 我們也是會跟芽芽聊天什麼的 然後玉琳哥就說 Michael 走啦 抽煙這樣 然後我老公就會說 我戒煙這樣 然後玉琳哥就說 戒煙了 也有什麼關係 抽了再戒 怎麼樣 對 夭壽 對 戒煙不難 唇友 你知道嗎 戒煙不難 我都已經戒過好幾百次了 這樣子 然後我老公就 這樣子眼睛就看我一下這樣 因為戒煙也是我之前 因為有小孩希望 有懷孕 就希望她就不要抽了這樣 說好的事 然後我老公就看了我一下 因為我真的太想聊天了 然後我就跟我老公說 其實真的也還好 人生苦轉 你也沒什麼不良嗜好 不然你就抽吧 混蛋 混蛋 然後玉琳哥說 你怎麼都這麼說了 走了... 然後我老公就很驚訝的 看著我說可以嗎 我就說算了啦 你又不賭博 然後你也沒有什麼嗜好 也不會亂花錢 那你就是抽煙這一個 好 算了... 你就跟玉琳哥去 賣玉琳哥一個人情這樣 然後玉琳哥說 走 然後他們兩個就要去抽 我老公那次戒煙就破功了 然後我就聊得很開心 他就又開始抽了 不知道 他為了要聊天 最大的敵人是老婆 然後我老公在外面 還說我很體貼他 為了你自己好聊 然後就讓你老公去得肺癌 當然不要過量 姐悶 老師妳自己 是這樣的愛跟嗎 我這次去歐洲之行 就是愛跟的結果 Oh my God 妳本來是女女的 對啊 才搞那麼大條好煩 本來的成員是什麼 因為老爺要出門事情 就大條了 本來是妳同學 他也是我那個大律師的同學 他去巴塞羅納開會 他們開會都是住那種 四季頂級的 他就想說我就跟他去 然後他開完會四天以後 我們兩個再去玩 對 那兩個女生玩多好 西班牙帥 然後就一直逛名品店 一直逛 一直逛 然後一直下午茶逛街就好 結果他老公是大學教授 就說沒去過西班牙 他要去看一些建築物 對 他老公要去以後 事情就複雜了 我就想那我不要去 對啊 沒想到 事實上聽到說 他也要去 那我對夫妻去 你知道兩個 一個我先生這種人 一個他先生大學教授 都是那種 怎麼有真心話題 聊這個話題 另外一半絕對不會再跟 我們就從自然產跟 火腹產開始了解 那男朋友剛開始坐在那邊的時候 然後其中一個就說 我要自然生 然後另外一個姐妹就說 自然生 你知道 我那時候都沒有剪 直接裂到後面 這一個業務員男朋友 剛開始還要聽我們大家 他基本上 你就會發現他的表情 有點不對 然後他就說 我還是去隔壁的成年 對 自己講 然後他一離開之後 我們就說 好吧 我們來聊正常話 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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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